如果工資低於最低標準 或者是您的老闆有付低於最低薪資 或者是不付假班費等等的情況的話 在加州有兩個老公部公民選擇 聯邦是聯邦老公部 US Department of Labor 那基本上您百度或者是Google 自己去查他們的網址 那他們都有中文服務 這一點是絕對沒有問題 那這是聯邦的機構 但是找聯邦的機構有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聯邦最低薪資一直還是7.25個小時 所以除非你的薪水低於這個數字 否則他們不見得會受理 加州政府對於他們而言 在25人以下的公司的話 他們是到明年的1月 也就是2018年1月1號 才調漲成1小時10塊5毛錢 但是這樣的做法已經不適用於 洛杉磯市政府和洛杉磯縣政府 在盛蓋博谷區的華人主要區域 他們差不多在今年7月1號開始 即便是25人以下的公司 都必須要開始付10塊5毛錢1個小時 加州是沒有勞工部的 加州只有加州勞工標準檢驗局 它是隸屬於加州工業關係部門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然後加州勞工標準檢驗局 Division of Labor Standards Enforcement 這樣的架構下 他們俗稱為 Labor Commissioner 就是所謂的勞工調查官 所以加州其實是沒有所謂的勞工部 而是只有加州勞工標準檢驗局 由他們來進行勞動檢查 勞工聽證以及勞工的訴訟 那一般不論是雇主或者是員工 他們如果要去進行加州勞工部的 申訴或是應訴的話 都是由加州勞工標準檢驗局 簡稱DLSE 然後來進行行政的聽證和調查 那他們的網址是DLSE.CA.GOV 他們也有完全的中文服務 他們的表格甚至都有中文 有一些城市它的確發佈了自己的最低性質 就是它比州 比縣政府 還要提高自己的這個minimum wage 有的城市包括像 聖河溪 San Jose 還有舊金山 San Francisco 他們甚至有自己的叫做 CP minimum wage 城市最低性質 那它又比所有加州規定的性質 還要來得更高 但是南加州目前就是看 加州市政府和加州縣政府 所發佈的違準 每個高就依照哪個 因為你不能夠參照比較低的 到加州勞工標準檢驗局提告 通常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自行提告 那就進行所謂的這個工資聽證 Wage Claim Hearing 從網路上或是從他們辦公裡拿到表格以後 要親自遞件或者是郵寄遞件 勞工局會根據您個人的狀況 然後向雇主發出通知 告訴雇主您提告什麼 您的計算是什麼 叫雇主拿出所有的資料 然後接下來進行二層 兩個程序的和解會談 以及行政聽證 然後看這個案子會怎麼結束 或者是尋求律師樓的協助 那我們律師樓採取的方式也是 或者是去勞工局幫您提告 或者是去高等法院進行訴訟 看情節的輕重來決定 以及這個案件的整體的條件來決定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勞工局他們行政訴訟本身的設計 就是非常的親民和便民的方式 而且他們甚至有中文的服務 那但是勞工局如果不找律師 唯一的缺點就是 勞工局因為他們案件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的大量 就像各地的小額法庭一樣 那他們是專門處理薪資訴訟的 包含最低薪資、加班費、吃飯時間、休息時間 三十天罰金、兩倍罰金 甚至處理vacation、間隔時間罰金 各式各樣的這個 加州勞工條例所規範下的 勞工標準檢驗局所受理的項目 所以如果您不仔細提告 不主動提告的話 他不會幫您自行加入提告的條件之內 所以找律師的目的 是為了幫您提出一個完整的訴訟 另外一個提告的方式是 要求勞工局官員去調查你的雇主 也就是說不是直接以自己自行提告的方式去控告雇主 而是要求雇主接受勞工局官員對於所有 員工的勞工局勞動檢查 勞工局官員將會派人去調查雇主 必須要拿出所有的 譬如說時間卡、Payroll、付錢的薪資、評證 以及所有的符合勞工法條件的一些事項 包含有沒有貼勞工海報 有沒有提供工商保險 有沒有提供吃飯休息時間 有沒有按時付薪資等等等 所有的勞動狀況進行檢查 但是這樣的勞動檢查的罰金不見得屬於提告的員工本人 所以大部分的員工會選擇是自行提告 進行第一項我們剛剛說的薪資聽證 Wage Claim Hearing Wage Claim Hearing的話 基本上在網路上以及他們的辦公室裡面 都會有一個長達三頁的表格 第四頁不用填 但是前三頁他會問得非常仔細 您的名字、雇主的名字 您需不需要翻譯、什麼語言的翻譯 在哪裡工作、做了多久、欠你多少錢、欠你什麼樣的錢 寫完了以後他可能還可以要你填補充資料 比如說你說他欠你加班費 你怎麼樣計算出加班費 你要算給勞工局看 你說他欠你Vacation 比如說假期沒有付給你 離職的時候沒有付給你 他可以叫你填表 叫你怎麼累計算出來的 那基本上這些補充資料 以及原本的表格提出去 就是一個正式的行政的訴訟提告 勞工局有一個缺點 他不像法院一樣他會提供遞件後蓋印的文書說 證明你已經遞件了 他們不論是您是親自遞件還是郵寄遞件以後 他們不會給你任何當場的通知 您必須等大概一到兩個月之後 才會進行第一次的和解會談 電話只能諮詢 而且非常多人打那個電話 要知道加州不是只有華人員工在使用他們 所以要打電話的話 可能要排非常非常長的時間 再次的和解會 大家在一起 關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